全能一飞 废武迪小姐 第401集 江子轩一愣 上前用脚小心踢了踢 陈锦轩你干嘛呢 踏实叫他晚上不要去床上睡 他大中午的躺在地上干什么 陈锦轩悠悠地看了江子轩一眼 压低嘶哑的嗓音轻声道 午睡 江子轩居高临下地看了陈锦轩一眼 心底勾起一丝不屑的冷笑 苦肉计吗 他才不会那么容易去上当呢 既然他愿意在冰凉的地上午睡 那就随他吧 江子轩翻了个白眼 不再看陈锦轩 拿起汤婆子便走了出去 陈锦轩见他离开 眼中闪过一丝惊愕 出言者问道 江子轩 你要去哪儿 我会问道 不再看陈锦轩 再看陈锦轩